《猎王记上》第六章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480年 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的第四年西服月 就是二月 他动工建造耶和华的殿 所罗门为耶和华所建的殿 长27公尺 宽9公尺 高13公尺半 殿的前廊长9公尺 和殿的宽度一样 宽4公尺半 又为殿做了窗架子 内宽外窄的窗户 紧靠殿墙 就是围着外殿和内殿的墙 他又建造平台 围绕殿的四周 做成箱房 箱房的下层宽2公尺 2公寸 中层宽2公尺7公寸 第三层宽3公尺1公寸 它在殿墙外面四周留有暗架 所以梁木不必插入殿墙里 建殿是用采石厂预备好了的石料 所以建殿的时候 在殿里听不到锤子、斧头或任何铁器的声音 箱房的下层门在殿的右边 人可以从螺旋形梯子上箱房的中层 再从中层上到第三层 索罗门建殿 建造完成以后 就用箱伯木的栋梁和箱伯木的木板 做殿的天花板 靠着圣殿所建的箱房 每层高两公尺、两公寸 都用箱伯木的梁木与殿连接 耶和华的话临到索罗门说 关于你正在建造的这殿 如果你遵行我的律例 实行我的典章 谨守我的一切诫命 并且照着去行 我就必向你实现我应许你父亲大位的话 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 也必不离弃我的子民以色列 索罗门建殿并且建造完成 殿内的墙壁从地面到天花板 都贴上箱伯木 殿内的地面都铺上松木板 又建内殿长九公尺 从地面到天花板 它用箱伯木板隔开 成为至圣所 内殿前面的外殿长十八公尺 殿的内部都贴上香伯木 上面刻有刨瓜和初开的花朵 全部都是香伯木 一块石头都看不见 它在殿中预备了内殿 好把耶和华的约柜安放在那里 内殿长九公尺 宽九公尺 高九公尺 内部都贴上金金 用香伯木做的弹 也贴上金金 殿的内部索罗门都贴上金金 把金链挂在内殿的前面 内殿也都贴上金金 它把整个的殿都贴上金子 直到整个的殿都贴完 在内殿的弹 整个都贴上了金子 在内殿 它用橄榄木做了两个基路伯 各高四公尺四公寸 第一个基路伯 一边的翅膀长两公尺两公寸 另一边的翅膀也是两公尺两公寸 由这翅膀间到那翅膀间 共有四公尺四公寸 第二个基路伯的两个翅膀 也是四公尺四公寸长 两个基路伯的大小和样式都是一样的 第一个基路伯高四公尺四公寸 第二个基路伯也是一样 它把两个基路伯安放在内殿里面 基路伯的翅膀是张开的 这一个基路伯的一个翅膀 接到这一边的墙壁 另一个基路伯的一个翅膀 接到另一边的墙壁 它们另外的两个翅膀 在垫的中间彼此相接 它又把这两个基路伯 贴上金子 内殿和外殿周围的墙壁上 它都刻上基路伯 棕树和初开的花朵的雕刻 内殿和外殿的地板上 也都贴上金子 内殿的入口 它用橄榄木做了门扇 门楣和五根门柱 它在橄榄木做的两门上 雕刻上基路伯 棕树和初开的花朵 它又在基路伯和棕树上 包上了金子 它又照样为外殿的门 用橄榄木做了四根门柱 用松木做的两扇门 这一扇有两叶是叠合在一起的 那一扇也有两叶也是叠合在一起的 它又在上面刻上了基路伯 棕树和初开的花朵 又在雕刻上紧贴上金子 它又用枣好了的石头三层 香薄木一层建造内院 所罗门在位第四年西服月 奠定了耶和华殿的根基 第十一年布勒月就是八月 圣殿各部分都按照计划完工了 所罗门共用了七年的时间建造圣殿